浙江嘉兴发生无死异伤刑事案件 嫌犯在天津落网 请点赞订阅 谢谢 原标题 浙江嘉兴发生无死异伤刑事案件 嫌犯在天津落网来源 楚天都市报集目新闻3月13日讯 记者影星赵德龙视频剪辑何川3月13日 嘉善县公安局发布消息称 浙江嘉兴发生一起重大刑事案件 无死异伤 嫌犯已落网 集目新闻多方核实 事发于嘉善县卫塘街道庄港社区茅草原小区 周边异伤户告诉集目新闻记者 他13日中午看到 现场有多位群众围观 有民警正在现场处置 另一附近商户称 案发于3月12日晚 有异伤者送往医院救治 该伤者是本地人 事发小区目前拉了警戒线 据知情人士透露 受害者一家6人 其中170多岁老人送往医院救治 当地派出所民警称 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 具体案件信息不便透露 民警提醒周边居民注意夜间出行安全 该民警还称 受伤的老人正在医院 有人照顾 当晚八十许 嘉善县公安局发布消息称 2021年3月13日 嘉善县卫塘街道发生一起重大刑事案件 至五人死亡 一人受伤 当晚十九时许 公安机关在天津将犯罪嫌疑人江某涛 男33岁 黑龙江省姬西级抓捕归案 目前 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责任编辑